大家好,我是小林,最近看到一个视频,觉得很是有趣,和大家分享一下,先看视频。 我到达了三年,直到毕业,终于听到他要翻新的消息,学校的大门感觉有点旧了,下周全新的大门就能换好,宿舍楼五六层高,却没有电梯,美其名曰,让同学们锻炼身体,食堂就两层高,也要装自动扶梯,结果钱还要算在同学们的用餐费里,再看比二战战场的学生宿舍,他给你安装了看60秒广告的电子锁,在空气本就不太流通的学生教室里, 他给你安装了32排吊扇,还有种在学校路边的大树,是觉得学校还不够偏僻吗,需要植被来净化新鲜空气,3000的空调舍不得装,30万的石头全宽买下,这就是学校里喜欢把钱花在刀把上的神秘组织,食堂就两层高腰搞个自动扶梯,学生宿舍六层高却没有电梯,因为领导天天都要去吃饭,而不会天天去巡查宿舍, 这是一个被大楼挡住阳光的日轨,作用为提高教学楼气质,这是饭堂招牌顶上的书架,作用为装饰美观,这是一个修建在篮球场的女生浴室,作用为,算了我编不下去了,这是某所高校的特色广告门, 看十秒广告开门是科学化的设计,火灾时需要看十秒广告,地震时也需要看十秒广告,之后可能推出VIP机制, 办理VIP可以跳过看十秒广告,改为看VIP专属广告,钱不花在改善饭堂伙食上,也不花在翻修操场上, 而是花在路边的两排树木上,领导路过不仅可以看到绿树成荫的美景,还可以看到热爱劳动的学子,何乐而不为。 看完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哈,反正小林我确实是绷不住了,不得不说学校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前有应试教育,后有学术造假,现在中间还穿插一个把钱花在刀把上, 花在刀把上这你受得了吗,反正我是受不了,对了还得说一句, 基于最近的特殊时期,特殊环境,小林这里还是强调一下,以上素材全部来自于大陆公开平台, 视频内容皆为各大高校大学生拍摄,包括后面小林使用到的各方留言截图均来自大陆公开消息, 所以小粉红们小林还是建议你们绕道而行,不要预盖弥彰了。 通过视频内容我们不然发现,很多学校领导的消费官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很多硬件设施到了年线,舍不得更换,学校的墙壁出现了吊灰,客桌损坏, 包括学生宿舍的居住条件也不改善,但是学校里的路标,围栏,小夕却在年年的翻修, 他们偏偏就爱在学校的环境上呀,学校的树木上呀,大动手脚, 难道这真正是为了响应碳中和的号召吗,还有一些学校明明就建在山里, 别人做起环境绿化来也是丝毫不含糊,当然可能会有人说了, 这个绿化种树也没有什么不好,优化环境谁会嫌多呢, 好好好,如果种树咱们尚且能够解释,那接下来这些小灵就实在摸不着头脑了, 比如这个平地起桥,你说这个桥没有起到作用吧, 但是人家上面确实可以走人,但是你说起到作用吧, 但是它又没有建在水面上,好好好,下一位,如图所示, 这个是一个被楼挡住阳光的日轨,据校方说, 害怕日轨上面的针伤到个别同学,还贴心的把中间的针给拔掉了, 不过也对,反正不拔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体育管理,装吊灯,咱们正常人的思维, 这不怕把灯给打坏了吗,小了,格局小了, 咱们有一说一,打坏了岂不是更好吗,你细评一下, 其他的还有什么,把石头关在笼子里面呀, 你是怕孙悟空从石头里面蹦出来吗, 以及食堂上面装树架,食堂是吃饭的地方, 你装树架干什么,哪个正常人会在食堂看树, 你咱不把厕所里面装树架呢,好,咱们再退一步, 就算有人在食堂里看树,那你好歹装低一点啊, 你装在招牌上面这谁够得着, 合着我去食堂吃饭,去看树还得带个梯子是吧, 下一位,我们学校住宿部有蹲坑厕所盖, 还要求我们天天把盖盖上,不盖就要扣分, 对此小林直向说,提出这个主意的真的是个天才, 我实在想不到这个盖子的作用是什么, 怕有人偷东西,还是怕有人掉进去, 学校换校区花了十几万, 把原来校门口几棵岁数挺大的树挖到新校区去了, 三个月不到死了, 死了岂不是更好,这格局没打开不是, 是这样,我们学校养了羊驼,天鹅,鸭子挖了个湖, 不知道把坑坑洼洼的路边修修, 我们还是把格局提上来, 坑坑洼洼的路边如果坏一点就修一点, 那路岂不是永远都坏不掉, 路坏不掉怎么翻新重修呢? 同学,你听小林的, 这个路你等它再坏一点, 直接给你修条新的, 这个资金体量其实修修不顾能够比的, 对吧,改善食堂伙食, no,给宿舍装独立的洗澡器, no,给石蹲子画画, yes,领导上下班能看见的, yes,领导上下班看不见的, no,对于工程这块, 国内是玩到最好的, 你不懂,别乱说话, 以前小粉红总说小林乱说, 没有依据, 或者说是什么境外势力恶意抹黑啊, 但是上面这些全部都是大陆网友 在大陆平台的公开留言, 这总不是小林乱讲吧, 还有像去年官方新闻报道, 郑州花34亿给河道贴瓷砖 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小林对此不做评价, 看看大陆网友们怎么说, 啥时候给喜马拉雅山装个电梯啊, 已经进入设计方案了, 下一步招标, 要不先给太平洋装个护栏, 或者给太阳装个开关, 瓷砖掉落破碎, 就是河道里的刀子, 这谁要是下河, 或者不小心掉下去, 必定鲜血淋淋, 河道干挂食材, 厉害厉害, 粘贴大理是防红吗, 能防红, 因为大理是有吸水的作用, 好好好, 弱弱的问一句, 长城什么时候贴瓷砖, 我想投这个标, 超越英法美三十年, 干挂龙骨太合金, 还是不锈钢, 不等大水冲, 几年后全锈烂了, 那地方不会跑, 坏了又可以锈, 这网友一看就是做工程的, 懂得争动, 对于防红有没有用我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一旦有人掉到河里, 想上岸是绝无可能的, 34亿22公里, 1公里1.545亿, 1米15万4500元, 不然也有比较中肯的留言, 不管多少钱, 都不应该干挂大理事, 太浪费了, 有钱可以建一个好的大学, 给荷兰的学生机会, 为荷兰的经济腾飞服务, 还有其他的留言太多太多, 小林就不一一的讲了, 大家如果有特别的想法, 也可以留言讨论, 以上的问题, 小林最后一起做一个总结, 因为小林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身边发生的例子, 这个事情有几年了, 那个时候小林还在念书, 鼠甲的时候做做兼职啥的, 记得有一次, 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这一天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发传单, 这个也算是大家平时接的最多的一种兼职类型的, 一天是80块钱, 除开吃饭和车费差不多一天能挣60块左右的样子, 当然这不是重点, 60块虽然不多, 但是对于学生党而言, 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发传单一般是两人一组, 老板为了避免大家偷懒嘛, 所以要求定时互相拍照, 比如10点钟我给你拍, 11点钟你给我拍这样子, 但是这一次和我分到一组的人年龄稍大一点, 估计40岁左右吧, 后面我姑且称他为老哥吧, 当时我还挺诧异的, 因为这个工钱其实蛮低的, 一般做这个坚持的都是学生偏多一点, 很多社会人士是看不上的, 但是我也没多想, 反正就一起干活嘛, 在相处的一天时间里, 和这位老哥聊得还挺投缘的, 而且老哥还特别大方, 又是请我喝奶茶, 又是请我吃午饭的, 整个小龄我特别不好意思, 不知不觉太阳下山了, 一天的坚持时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正当大家结账准备各回各家的时候, 老哥叫住了我, 老弟晚上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呗, 待会我送你回去, 我先开车, 啊, 阿鱼玄, 咱们一天就80块钱, 你这又是请我吃饭, 又是请我喝水的, 怕不是要把小龄卖了, 但是老哥的热情, 我又确实很难拒绝, 正当我在那儿纠结的时候, 老哥开车过来了, 我去宝马X6, 落地小80万, 选配的话上百万了, 老哥说有一家火锅特地的, 我一个人吃没什么意思啊, 你就当陪我吃嘛, 走走走, 我说那好吧, 由于时间关系, 后面小龄就说重点吧, 因为我还是特别好奇, 老哥是做什么的, 反正肯定不是做兼职的嘛, 老哥做兼职, 完全就是为了体验生活, 和老哥一顿推杯换战之后, 老哥说出了小龄想知道的秘密, 老哥说, 我一个月就上十天班左右吧, 我老就是一个项目上的负责人, 我主要就是负责项目工地, 材料供应这一块的, 我说那一个月多少钱呢, 老哥问, 你是说明面上的, 还是实际上的, 哦, 还有这个说法吗, 老哥说, 那肯定嘛, 我工资的话一个月八千左右吧, 但是项目上的事情, 你可能有所不知, 比如上面通知, 今天要拉二十吨钢条过去, 那我给他拉十吨就可以了, 他们赞让给我二十吨的钱, 我问, 这不会被发现吗, 老哥戳到我耳边说的, 这里面是有说法的, 现在外面有专门的一个工作, 叫做马货源, 十吨的钢材能给你马出二十吨的效果, 一般两个师傅一个小时就能马好, 马一次的话一个工人三千块左右, 啊, 一个小时挣三千, 哎, 小钱小钱, 那重量呢, 工地不过地棒吗, 过地棒肯定是要过的, 而且还要拍照登记, 那这个重量怎么解决呢, 我们的货车车底是改装过的, 有一个大水箱可以装十吨的水, 工地上一般是进门过一次地棒, 卸完货出门过一次地棒, 前后相减就是货物的重量, 我们带水过第一次地棒, 卸货的时候把水放了就行了, 十吨的水放了没有人发现吗, 小问题呢, 一个人两条花子呗, 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啊, 门听都懂的, 而且咱老旧不是还在位置上吗, 我问这一趟除去所有开销大概能赚多少呢, 老哥说, 这个一天我倒是没细算过, 有多有少吧, 反正一个月二三十个还是轻轻松松的, 我听后是不由得感到惊叹, 老哥继续说的, 我这点只是毛毛雨呢, 你记住公家的钱不是钱, 有钱不赚, 王八蛋啊, 后面老哥还说了很多很多, 有些话至今小林都还记忆犹新, 其实看完这么多例子, 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些领导傻乎乎的, 太笨了, 弄出这些滑稽的设计方案来, 其实你细想一下, 别人才不傻呢, 就像老哥说的, 公家的钱不是钱, 有钱不赚, 王八蛋, 小林之前就说过, 评价一个事情值不值得, 就看他愿不愿意自己掏腰包就行了, 就像食堂的那些书架, 你让领导自己掏钱, 还能这么干, 这不搞笑吗, 所以我们看来问题还是要透彻一点, 如果说做一个事情, 本来就是奔着钱去的, 那他做出任何离谱的事情, 都是可以解释的, 就像之前大陆的086事件, 也是同一个道理, 事没做好可以慢慢的改善, 但是如果人没做好, 那就很难很难了, 所以咱们老祖宗常说, 欲先做事, 必先做人了, 好了, 我是小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